大家好,我是Stan 我永远的小女孩 9月28号,苦俊尼在IG上传了一个影片后留言 这是我预念了二十几年的一封情书 献给我心中的星星 我永远的小女孩 而苦俊尼上传的影片是 他代言的品牌广告 而影片内容是有关 苦俊尼与大S在台湾重逢的那一瞬间开始 那天,他冲向我抱紧我的那一刻 我想我前世一定是拯救了地球 晋升才能娶到他 总算可以在心还知热的时候跟他相守 我没那么多时间了 此生我都会爱他生过我自己 无论多少年过去 他在我眼中都是24年前第一眼看见的少女模样 他永远是我的小女孩 老婆,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星星 一直照亮着我 老婆,我爱你 银身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么短的影片为什么想要流泪呢? 台词好感人 大发真的选对代言人了 请出演同床异梦吧 看着他们就会觉得真爱还是存在的 对了,我看到有人在银扇的IG底下留言 每次看到电书再看看银扇就觉得一定是真爱 不管怎么样 这对情侣真的是让人太幸福了 机器人的Setuping Setuping成员们的反应速度收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成员们上舞台后在讨论要躺下的位置 为了整段队形一直在对话中 看着成员们的影迹 一转头后音乐就开始了 完美的刀曲舞 看直拍后吓了一跳 音乐突然开始 舞蹈却像是机器人一样的完美 哇,反应速度太疯狂了 就像Setuping纪录片片段一样 这个影片证明了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练习了 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下半生 不会英文的Blackpink Blackpink参加一个海外行程的时候 很多记者们同时要成员们左看右看 微笑等各种要求 然后在成员们移动到旁边舞台的时候 那记者真心觉得Blackpink不会英文吗 什么都不知道就来采访了吗 就算Blackpink不会英文 也不是要被抽象的事情吧 他们也知道Blackpink英文很好 但是因为没有听他们的要求 所以就 他们好像是听不懂似的 没有做我们要求的动作 这样的在讽刺而已 这也是因为Blackpink是亚洲人 所以才会开的玩笑 根本就是种族歧视 真的想要受到关心的话 最起码要用韩文学一句 这点努力都不做 还在这个圈子工作 真厉害 对于记者的这句话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 让我收到很多感触的一个内容 一位韩国主播在直播的时候 有粉丝留言问 哥 我妈昨天去世了 能安慰我一下吗 说到安慰的话 其实我妈也是在七年前突然去世的 那个时候 我觉得所有的安慰都是徒劳 你不要总想妈妈消失了 她只是不出现在眼前而已 但是她还活在心里啊 在妈妈活着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每天都见面不是吗 有的时候是一个月见一次 又有的时候是好几个月才见一次 就像那时候一样 不要觉得是永远都见不到了 这次也只是一次长期的离别而已 我就是这么想着过日子的 所以我现在也不会觉得妈妈不在了 我妈还在 她只是在远一点的地方而已 以后一定会很高兴的重逢的 我妈是一个人的转型地 我妈是一样的